大家好,我是劍心 今天為大家介紹Sony剛剛新出的QX1鏡頭相機 話說我其實用了Sony的模範相機都好幾年了 現在為大家拍攝這部都是NX5R來的 去年我都買了一部叫QX100鏡頭相機 竟然覺得很有趣很特別 而今年這部QX1就更進一部 覺得很厲害,很有創意 到底是有什麼特別呢,現在為大家介紹一下 這部QX1有多大呢 其實它現在的機器搏了E-mount的10-18鏡頭 實際它有多大呢,現在拆出去給大家看一下 拿了我的鏡頭之後,其實它就是這樣大了 轉個彎先 重點呢,其實它是在用的 這個就是APS-C的Image Sensor 其實跟Sony其他模範相機是一樣的級數 所以可以說是鏡頭相機一大突破 因為它上一部都是用RX100的Image Sensor 這麼大的 那這部QX1有什麼功能呢 現在在這裡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看到這個就是Shutter 鍵 大家雖然可以搏手機用手機來控制拍照 但其實按這個鍵都可以拍照 甚至你不搏手機拍都可以 不過就比較盲怕 因為你不知道拍什麼沒有了螢幕 看到這個就是On Off鍵 按一下就Off了 再按一下就眼燈會 亮了就開了 我最欣賞QX1是什麼呢 其實它這次是來自了閃燈 按這個鍵 按 就彈出來了 雖然做威力就比較弱 意思是閃燈 但是 好過沒有 還有你可以自己打Bounce都還可以 轉過來這邊看 有一個小小的LCD 就在顯示電量 有沒有插SD卡 有沒有接駁Wi-Fi 你一邊可以接駁USB頭 接駁鏡頭E-mount的 按鍵在這裡 一按下去一扭 整支鏡頭走出來 再塞回去 就是靠它 這部相機最重要就是接駁到手機 其實跟上代一樣 也是有這個 連接駁的 其實這個 在這裡 一拉 一扭 就出來了 先拆開 跟大家看看這部機的內部 開了這個 Open 1-Line 重點是 今次就用了這部電 跟 NEX和Alpha 就是無反系列 Sony是一模一樣的電 所以 拍照的張數 續航能力 其實比上一代QX 很厲害 所以 完全就 解決了上代一個問題 另外 另一邊 其實就是可以插SD卡的 就 放在這裡 插進去 的一聲就完成了 這張SD卡 當然可以 就算沒有SD卡 你搭配手機 其實在音源上 它是可以直接 過下手機 沒有SD卡 都能夠 功能 其實這個 都是提供了一個 幾好的彈性 在這裡 然後就為大家介紹 要怎樣把鏡頭相機 掛上手機 其實這個架 跟上代QX是一模一樣的 打開這兩邊 看到 沒有 箭咀這邊 插不開 而有箭咀這邊打得開 其實它的闊度 我上一代試過 5.7吋的手機 都掛得到 掛的方法很簡單 拿一部手機出來 向著有箭咀一邊 一拉一扯 就掛到了 非常之簡單 相信大家最想知道 就是這部QX1 用Wi-Fi搏手機有多快 因為我用過上代QX 可以告訴大家 速度比上代真的快很多 但實際有多快 不如我示範給大家看 當然首先你手機 要安裝了 Sony Play Memories Mobile App 最好這部手機有NFC 而這部相機的NFC 就是這裡 用手機NFC 一掃 自己看看有多快 當然我已經預先輸入了 這個相機的Wi-Fi Password 就是這麼快 我用過上代QX 覺得最大問題 就是相機和手機的Wi-Fi Connection 其實是一般的 有時發過鏡頭會窄 甚至發發卡會斷線 我用了QX幾天 暫時還未跳線 到底發鏡頭的時候 留不留長呢 不如直接示範給大家看 我覺得 追運動或追究 可能就難一點 但平時拍下風景 飲下食物 完全沒有問題 我用了 最後要為大家介紹的就是QX1的操作 剛才也示範了怎樣 Play Memories Mobile 接駁手機 所有操作都是一部手機完成的 首先看看左上角這個A鍵 按下去就可以選擇有五種的拍攝模式 頭三種都是傻瓜機 而剩下的兩個就是 光圈先缺和快門先缺 好可惜 這一代的QX仍然是未有Menu Mode 左下角 就是一大堆Setting 掃給大家看看是甚麼特別 最要留意的就是這個預覽影像的尺寸 假如你選擇原始的話 每一張相片過到手機都要過20Mb 這樣就會比較慢 假如你只拍一張照片 放上Facebook、Instagram 其實選擇兩種就足夠了 記住留意的設定 看看底部 首先第一個就是快門 光圈先缺很明顯選擇不到快門 所以我選擇快門先缺 按下去快門先缺 這個位置 其實就可以 選擇快門 快門由30秒 去到4000分之1秒 下一個就是光圈 所以我先教光圈先缺 光圈按下去 亦都是有一個弧形 讓你可以慢慢去轉 這部相機的光圈由 F4 到F22 重點可以留意一下我的景深 首先現在我用F22 督螢幕是可以focus的 focus就扭 再focus就公仔 其實沒有分別 我現在示範一下 將它變成最大光圈的F4 按下座樓很清晰 公仔很模糊 按下公仔 亦都可以看到座樓很模糊 因為今次這個QX1是用了APSC的email sensor 其實它的景深可以做得很好的 接著下去就是這個 曝光補償 就有 正負三度 試一下負三度 剛才看不清楚的公仔 現在亦都很清楚 現在亦都很清楚 再跟著數下去 再數下去 最後就是ISO 按ISO 其實到最低是AUTO 再對上就是10000至16000 都可以 以外就是按照 如果用NES的經驗 其實NES 這個APSC的sensor 其實去到3200 都是 用得著的 到最後 就和大家拍幾張照 剛才就 我們先拍一下風景 我們先拍這個 動扭 按按鍵 大家去看看拍照的表現 大家看得到很快的 按下去亦都看回剛才的照片 然後再回頭 這時候我們再拍 劍心的貓的樣子 看不到嘛 剛才說了 我們先曝光補償 先曝光補償 好了 帥氣的時候 我們又拍了 看得到 帥氣了 剛才示範那時拍的照片 用影片就比較難表現了 所以我會在劍心回憶blog上的 開箱文 再展示給大家看 今天的介紹都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收看完之後 對於QX1更加有形式 拜拜